10號 10號 十多個關卡 環繞著竹山鎮的木積寮至紅池公園辦理 上參與的人員 認識竹山的生態 地理與人文等 我們就來聽聽闖關者們怎麼說 我覺得每一關都還蠻好玩 雖然說我現在只闖到第三關 但是像第一關 他就讓我認識了不同的竹子 那第二關就可以認識這邊的不同的那個樹木 我平常都不認識他們 但是透過這個遊戲之後我發現說 我原來這裡那麼多知識可以學習 辦的活動很有意義啊 可以讓民眾了解治水的一些設施 又可以了解一下生態 以及在地的一些生態文化 目前這是第二關 我覺得第一關是漂亮 好玩這關是應該比較有趣味 這個應該適合小朋友來 全家來一起動動手 看到這個竹子就覺得 這個很有在地的特色 所以希望也是多有這種在地的材料 讓我們可以動手DIY 此次活動由經濟部水隸屬 第四河川局舉辦 邀請長官嘉賓 局內及公所人員等 進行東浦瑞西環境教育節水觀摩 議員蔡宇柱也特別抽空力臨鼓勵 我想竹山 這個地理位置非常的特別 有佐水溪還有清水溪 這一條東浦那溪 也是竹山陣內的主要的溪流之一 在逃之風災的時候 受到了重創 感謝我們四河局能夠長年的 逐年撥經費來養護這個志洪區 我們縣長的努力之下 也爭取一筆經費 讓這裡變得非常的漂亮 也歡迎我們南投的鄉親 有機會都能夠來到竹山鎮 目擊寮的生態園區來觀摩 透過水利署河川亮點計畫 四河局期許能夠讓區內的多條河川 皆逐步整治成為更優質的生態環境 這個東浦內溪有兼容防災 跟那個教育的一個多樣性的一個功能 希望能夠打造出跟地方合作 然後我們來營造更美好的一個 一個河川清水環境 四河局長期以來投入不少心力 整治及活絡目擊寮至紅生態園區 議長和順風是大為肯定 期盼類似活動能經常舉辦 明選雄心儀竹山採訪報導 明選雄心儀章